婷婷诗教 婷婷诗教 书香的早餐 儿童教育从诗教开始 大家好 我是婷婷姐姐 我是大家的家庭教师 陪伴大家成长的好朋友 今天啊 婷婷姐姐要跟大家聊聊家情 什么是家情呢 在远古时代啊 我们人类是靠采集植物和打猎来生活的 后来啊 由于人类的进步 狩猎工具的发展 捕捉的动物啊 也就多了起来 一时吃不完怎么办呢 那就把它们养起来 餵给它们充足的食物 让它们可以生蛋 长大 繁育后代 长期以往啊 因为人们的选择和喂养 最终改变了很多野鸟的体型和习性 它们慢慢变得体型肥大 性情温顺 比如说鸡啊 鹅啊 所以啊 这个就是家情了 今天婷婷姐姐啊 就跟大家一起来通过一首诗 认识一种家情 它是什么呢 先来听婷婷姐姐唱首歌吧 今天啊 我们讲的就是鹅 大家可能还不知道 鹅啊 其实是天上的大雁 引变而来的 它是被人类驯化的第一种家情哦 早在三四千年之前 人类啊 就已经开始把鹅 养在自己的家里了 它们生活在水塘边 大脚掌上啊 长着谱 所以善于游泳 对于生长在乡村的孩子来说 鹅啊 可是非常常见的家情 但是对于生长在城市的孩子来说 我们没办法在家里养鹅 但是我们可以去公园 或者在电视上看见鹅 刚才婷婷姐姐唱的这首《永鹅》啊 就是唐代大士人洛宾王 在七岁那年写的 他把一幅有趣的白鹅细水图 展现在我们面前了 大家一定已经会背这首《永鹅》了 跟婷婷姐姐一起来背一遍吧 永鹅 唐洛宾王 鹅鹅鹅 趋向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 红掌波青波 小时候的洛宾王啊 住在浙江省义乌县陈北的一个小村里 村外啊 有一口池塘 叫洛家塘 每年到春天 塘边柳絮漂浮 池水清澈见底 水上白鹅成群 景色格外迷人 相传 在洛宾王七岁的时候 有一天 家里来了一位客人 客人见他面容清秀 冰雪聪明 就问了他几个问题 洛宾王啊 都对答如流 客人啊 赞叹不已 他们聊完以后啊 洛宾王就带着客人 在家附近溜达 走到洛家塘的时候 发现一群白鹅正在池塘里浮游 客人啊 还想考考洛宾王 便指着河里的鹅 对洛宾王说 来 你以鹅 在做首诗 如何 洛宾王略加思索 便创作了这首 永鹅 鹅鹅鹅 躯向向天歌 面向蓝天啊 一群鹅 伸着弯曲的脖子 在歌唱 洛宾王 听到鹅的叫声 看到鹅 在水上游来游去 心中啊 非常快活 忍不住脱口而出 鹅 鹅 鹅 躯向的意思啊 就是弯着脖子 我们可以想象出 鹅的脖子 是条无比优美的曲线 这群大白鹅啊 真是优雅从容啊 向天歌呢 就是鸣叫的意思 这是鹅的一种 自然反应 而洛宾王在此处 用了歌这个字 描写啊 鹅就像人一样 对着蓝天 隐行高歌 似乎是在抒发 它向往蓝天 向往远方的情绪 这种啊 把动物和植物 当作人 来描写的修辞手法 叫做拟人 我们平时啊 也经常会用拟人的方式 来表达呢 比如有一首歌里 就这么唱 太阳当孔照 花儿对我笑 小鸟说 早早早 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 你听 歌声中 花儿会笑 小鸟会说话 这些啊 都是你人哦 白毛浮绿水 红掌波轻波 是说 鹅雪白的羽毛 漂浮在碧绿的水面上 红色的脚掌呢 像船桨一样 画着轻轻的水波 鹅的毛啊 是白色的 而姜水呢 是绿色的 鹅掌是红色的 而水波呢 是清澈的 红 绿 相对照 鲜明对比 红 轻相映衬啊 又十分艳丽 这首诗里啊 描写的颜色 让人眼前一亮 丰富多彩 仿佛一只只大白鹅 就出现在我们眼前 白毛浮绿水中的 浮这个字啊 说明鹅在水中 悠然自得 而红掌波轻波 中间的波字 用得非常准确 说明鹅啊 在水中用力滑水 因此掀起了小水波 就这样 有动有劲 诗人写出了一种 变化美 使这首诗啊 显得神器十足 逼真如画 这首诗里啊 描绘的鹅的外形 色彩 活动 环境 还有动作 都非常符合鹅 本身的特点 而且用词精准 我们从优雅 有水的大白鹅身上 细看到了昂扬的精神 还有从容自信的神情 也正是因为如此 这首小诗啊 给了我们很多想象的空间 才成为千古传颂的佳作 大白鹅在水面上游走 看起来是多么的优雅 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它在水下的脚掌啊 永远在努力地滑着水 我们人生也像这只大白鹅一样 如果想要别人 看到你在水面上的高贵和优雅 就要在水面下不断地翻飞脚掌 一直努力 每个人的成功和获得的赞誉 都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得到的 我们看那些各行各业 有所成就的人 不能只是看到他们 在聚光灯下获得的掌声和喝彩 更要了解 他们背后不为人知的艰辛付出 才能让你真正得到成长 所以啊 让我们每天都进步一点 足够努力 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加优雅 从容地生活 让我们最后再一起读一遍这首诗吧 永鹅 糖 落冰王 鹅鹅鹅 趋向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 红掌波 轻波 接下来跟着婷婷姐姐的歌声 一起唱吧 希望你有个好心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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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